警方站在车来车往的大马路上 指挥交通而另一头大批警力 也前进到会场开始进行准备 院警们背着背包陆续就位 民众党8号晚间在立法院群衔楼 展开全国开奖行动第一站 还有不少支持者特地从中南部包车 北上预估参与人数2000人 下去警方不敢大意提前实施管制措施 从8号上午9点半到晚上10点 立法院前的济南路一段东西 向全线车道禁止通行 不包含两侧的中山南路及林森南路范围 会是现场情况提早延后或管制开放 另外在公车的部分也有机动调整 第二经营车辆管制 位在济南路的立法院公车站也连带 受到影响包括232 265 还有604三条路线都必须提前进行改道 从交通管制到人力器材部署 警方处处不得马虎 就是要避免冲突发生 或是有心人士来闹场 很安心的 对啊 刚刚看到很多警察大哥走过去 他们社群都有说 如果遇到这种比较激进的人的话 直接向服务台或者是警方说就可以了 我想大部分的民众党的党员都是理智的 既然已经说是静坐了 那我相信我们都会就是信任党中央 我们相信警方 注意了解北市中正第一分局 加上保育总队一共出动120名警力戒备 现场也备有盾牌及相关阻绝器材 务必要保障合法集会安全 也要确保活动能够平安落幕 新新闻